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好朋友来到古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陈金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就是明天了 你是不是很期待 期待能够见到建成老师的本尊 虽然这次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朋友真的很想来现场 但是你知道今天疫情又升高了 已经1200多例了 所以好朋友们没关系 我会帮你多拍几张照片给你看 老师本尊有多帅气 你来到现场你就会知道 老师的本尊不只是老师有颜值 而且老师有专业有实力 这次会跟大家分享 非常多精彩的内容 所以现在赶快把握最后的机会 电话直接拨通25429977 老师风来了 大家好 有没有期待 这一场我不晓得 但我还蛮期待把我的什么 全雷打标股分享出去 当然了 老师的全雷打真的 还没送出去有没有 你看那个昨天才跟你讲 风来了 清代的四季缸 风吹了起来 肩上尾涨停 对不对 然后四季缸也创新高 也差一点要涨停 对创新高了 好 漂亮 已经预告在前咯 我跟你讲 我已经给你预告一个礼拜了 礼拜二破万七那一天 我说这个再生能源这一块 对 明天台中厂跟台北厂 分享会现场 有台面下 不是世纪缸 不是上尾投扣 不是这两只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 这两只会比这两只还要飙的 有没有 我说在去年疫苗 那时候有没有 对 这一个 国家代表队的高端疫 对不对 不是飙翻天了吗 对没错 风电 同样有国家队 这两天连快筛都要有国家队 没错 你会发现 现在每个族群 都会有国家队 来加持 来 那风电 人家讲 国家队就是这样的 千呼万唤使出来 现在还在台面下 问题是等他出来 那绝对不是像世纪缸上尾这样 那都是你们知道的 对啊 你们知道要买 大家都会买 对 我也不用在那边讲 就不需要在那边跟你说这些了 不用在那边再多讲什么 请上天花了 重点是 还有什么 你不知道的 老师知道的 台面下的国家队 台面下的国家队 你想拥有吗 像去年的高端 这样子的 懂 风电的国家队 你要知道风电的国家队 明天这两场你不要错过了 真的 而且重要的是老师会让你知道 这个再生能源 接下来未来它的一个趋势方向 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它会变成是国家政策概念股 来 明天老师都会告诉你 我昨天不是标给你用这一张 对不对 对 昨天嘛 你是看这边的影片 有 对不对 我说再生能源除了元金 太阳能 四季刚 风电 到蓝骨即将喷出 有没有 就是它就是它 就是它啦 我一直用这张来跟你说 对 对不对 是 你如果说不知道我这一支是什么 那反正这几天你随便再生能源做 很难不赚到钱 对啊 很难不赚到钱 你这两天光看到 老师告诉你这个方向 连这两天撒下去的元金 对 今天不都涨了吗 而且不只是上尾头控世纪钢 连什么大雅啦 华星啦 中兴电啦 什么通通都涨了 对 昨天 我们会员我有让你去换 我有让你去买 对不对 我有让你去买一档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就上来了 有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就上来了 有 好 然后 抠讯跟好 好不好 麻烦你 不要怀疑啦 嘿 你看 这两 昨天才跟你讲世纪钢 有没有 有啊 昨天还只是小涨而已 对 今天就直接喷出去了 昨天是不是用这一张 还告诉你成本117.5 今天涨6块半 今天涨更多 对啊 今天涨更凶的嘛 9958世纪钢 有没有 今天已经来到135了 最高135了 昨天还125 昨天我们还跟你说 117涨到125 今天涨到135了 那个买两张 他一定会觉得 好欧我 我怎么只买两张 够10块 对啊 是不是 现在又会觉得 怎么买那么少 没有关系啦 反正股票不会一直涨上去的 而且也有 重点是拉回你也不敢买 重点是还有下一档啊 对不对 老师跟你说的那一档啊 今天不是上去拉回 你也不敢买啊 那有没有被漏掉的漏行之鱼 当然有啊 还没被发现的 那我就要跟你讲 因为我们有几个班 那有些班 我们就是 如果你手上有资金 我扣讯发给你 那你就可以再买进 那你自己手上的资金不够 因为每个班 每个人资金大小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就 对不对 买的比较保守 有的人可能就买的比较多 那有的还想要再跟婆婆 对不对 借钱的 上次赚到了 上次赚到 不但还给婆婆 还给老公 还出去的对不对 自己还赚了 赚得留着 现在可能又把钱又要再借出来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操作 我跟你讲 如果你没有资金 那我会告诉你 你用哪一档去换 那你就要去换 懂 你就要去换 或者说你可能原本 以前手上有一些被套牢的股票 一样也可以换对不对 对 像今天就有问 说他入贵前他要什么套 我说那哪一支你可以来换 不知道你一定要问 好不好 如果不然你一定要来问 你问我们一定会回答你 好 除非有漏掉 不然你不懂你一定要来问 如果你问了你的服务人员 你的服务人员不理你 你来跟我讲 是 我就要旁边罚站 我跟你说老师明天你准备好了 那一支 那一支老师本来是说要挥棒全雷打的 如果服务不够好 那个就不是全雷打而已 没有 不要讲那么恐怖好不好 就是 没有啦 开玩笑了 所以让你换就麻烦你好不好 因为不要搅麻 真的不要搅麻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整个族群已经开始在转向了 是 你要跟着转向 好吗 那能报的我也会叫你报警处理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问题 或者你手上的资金 你在调配上 不知道怎么办 或者觉得经验不够 小白都没有关系 真的 你一定要来问 来问我都会要求我们服务人员 看到讯息一定要回你 如果服务人员不知道他会来问我 我会跟你讲 不然我就会叫你留电话 我会亲自回你电 不管你的资金不会是多少 我会亲自回你电 是 老师一事同仁 通通照顾 好不好 重点是你要拿出你的行动 你没有看我最近黑眼圈就太严重了 老师最近其实很累 你知道吗 但是老师还是卯足了权力 特别是明天的实战分享会 老师一定是卯足权力 尽全力的 能说的 能漏的 不能说的 也通通都说给你听 你看你吃这天10张 10万 10几万啊 对啊 对吧 从11 算118好了 118到今天135了 对不对 118 135 就一张12块 对 一张17 17 一张17块了 十张六十五 六万了 对不对 真的好赚耶 亲爱的好朋友 不过才几天 礼拜二到今天 所以你说钱是这样赚的 富贵文中求 对不对 那最近很多电视股 一直在杀破底对不对 我前两天才跟你讲 是在破底 问题是一个大 昨天你又看到肺磅又在跌了 对 有没有 你看到肺磅又在恐慌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肺磅前几天也是大涨啊 那它一下大涨一下大跌 问题它就是在那边混 对不对 它就在那边混 那怎么做 我给你看一下肺磅指数 好 这样子混的话 大家该怎么做呢 因为肺磅会联动影响到台股的 电子肋股啊 所以最近的电子肋股其实是表现是弱势的 好 所以我们从肺磅来看到台股 台股的电子肋股的表现 哇你看看 来 一路破底呢 你看到昨天那个长黑 你是不是又要在想说那它会破底了 破底呢 你在想说它会破底 因为它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一定很多人在这边要怎么样 要跟它堵破底了 看起来像是 对 我跟你讲它堵破底 我跟你讲你会觉得它会破底 很多人都觉得它 现在大概100个里面 大概有90个人就觉得它会破底 对 好不好 来 那老师你觉得 连我我也觉得它会破底 那问题是 接下来 但是很多个股 很多个股它基本上 比如说以费半指数来到这边 但是很多台面上的股票 它基本上它 来破底了没 不见得 有的已经破底了 有的已经破了 但有的 有的已经破了 但是有的它早就领先破 可是这几天大盘再杀下去 它基本上它已经怎么样 慢慢回稳了 它已经没有再跌了 比如今天跌200多点 有一些电子股它早就之前就先跌了 提前反应过 现在就不太跌了 有没有 懂了 很多啊 有没有 比如说PA族群的早就先跌了 穩帽 对不对 穩帽 全新 有 红杰科这类的 昨天的台积电法说 我已经跟你讲出来 就说智慧型手机可能会比较弱 对 台积电为什么今天不好 第一季不是不错吗 很棒啊 我已经跟你讲了 第二季是淡季 所以很棒那是过去了 第一季 那第二季是淡季 对 但是台积电你要是可以放到年底的 基本上不是要看短线 那这边也是相对的低点 懂 你不要去看 我一直跟你讲 你不要去看两三块 甚至五块十块 就这段时间你可以撑得过去 对 后面就是你的了 1月台积电的法说高点 我就已经跟你讲 688我就说第二季是淡季了 对 这一次季报也出来 那也是第一季 所以他今天虽然跌 可是说坦白 也没有跌得非常重 ADR跌3% 我们这边跌一点多% 对不对 他现在就是要混 要混什么 台积电接下来就是要混 你手上如果有资金的人 你要做短线的 你就不要去做台积电 但是如果你的资金 你可以报到年底 你说老师我就是一张不卖 七七自来 OK 你愿意跟我慢慢变富的 你现在有钱 那你绝对可以买 但是你要报到怎么样 第四季 因为第四季就是台积电的旺季 所以到明年的1月 他可能又会拉高 对 股价就会 你不要看他现在在600多这边混 对不对 550 560 你不要看他这边混 我跟你讲 他把这两个月的升息利空 混过去了 我跟你说 外资再回头 他一定又是回到600以上 懂了 搞不好明年就给你到700了 因为 去年是67 因为今年守了一年之后 套了一年之后 670 然后688 然后明年的话呢 明年再给你熬年 然后搞不好 对不对 所以就给你混到600 因为他今年 因为他今年本来预估赚30 第一季法术一出来 很强 7块多 所以今年有机会到32 所以说明年有没有机会 第二季如果是淡季 但是不会太差 但是我跟你讲 那今年有机会到32 就会比去年更好 对 那因为他现在3奈米的订单 还没开出来 就3奈米的 那个营收还没出来 那接下来第3季第4季 所以3奈米营收再出来 那就会再上去啊 所以你不要去看现在 外资都在卖 废半都在跌 然后你觉得他很弱 所以说你要做短线 那你不要进来 左竿右竿 误入此门 急功近利 请走他路 对 但是你可以抱住一季两季的 那我跟你讲 差不多了 接下来雨过天期就是你的 你可以开始找 你可以准备进场了 我不是跟你讲说 光这一两个月 整个利空杀下去 然后外资又回头买一下 基本上台间一张都有 2万的价差可以让你做 会做的人来 会做都有2万 你跑很短那也有1万 稍微耐得住性质的 那有3万 590 560 有没有 所以我光从台积电 我就跟你讲了 所以其他的电子类股 中小型股现在都杀 因为大家的资金都怕 你都把钱拿回去 你尽量拿 没关系 你就尽量赎 赎到最后 我相信 赎到最低 你等到大家都赎完的时候 从股市提款提完的时候 那绝对就是低点了 干干净净了 对嘛 因为你会提别人会提嘛 大家都提完了 那肯定就低点了嘛 对 那你提完了 你会隔天就进场吗 不会啊 你等什么时候就进场 等到大家又进去 你一定要等到很安全的时候嘛 等到大家觉得很安全的时候 那已经怎么样 青州已过万从山了 什么他们都进去 已经外资回头大买很久了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会怎么样 跟着外资 跟风 对啊 跟谁我就不知道了 好 所以我才跟你讲 你总是会跟风嘛 对不对 那你到底是要跟大来因 还是要跟麻雀 你要想清楚 懂 对不对 我才一直要跟你讲嘛 跟着苍蝇找厕所啊 对啊 跟着蜜蜂找花朵 是不是 没错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是怎么样 逢低 低低的等风来 然后我们就遇风而上 不要等到风已经上去了 你去跟风 这方向就错了 现在我早就跟你讲说 今年的股市 指数还在1万7 你会觉得还在高档 你们都觉得在高档 所以会很怕 对不对 不敢买股票 那但是很多高档 现在指数在高档 我早就跟你预告过 很多股票在高档 可是还是有很多个股会破底 是 但是在遇到利空被杀的时候 有的股票是你可以接 有的股票是你不能去接的 懂 你要会分辨 对不对 今天早上盘通连线 这个主持人就问我说 是 电子股 怎么弱 怎么办 这么弱 对 台积电 又在跌 这个车用不是很好吗 对啊 然后这一个 高效运算 对 高效运算不是很好吗 对啊 台积电都在跌 那怎么办呢 对 台股还有救吗 台股会不会怎么样 那个电子股怎么办 其实大家的担忧很多耶 怎么了 老师要拿球棒 来 预备备啦 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讲 这一个史上 直棒史上的最佳打击手 是 对不对 打击率最高的那冠军打击手 他说他只打什么球 甜蜜区的球 甜蜜区的球 对 什么叫甜蜜区的球 就是他最精准能够打出最高胜率的那个区块 对 那同样的请问你一下 我再请问你一下 你们要买股票 你要大赚 你要赚大波段 请问你买是要买在什么价格 当然是买在底部的价格 我再回过头用台积电好了 我也不用去讲我 这个这两天带你们赚四季钢好不好 元金什么的 你现在直接告诉我台积电的甜蜜区在哪里 是现在550 560比较甜 还是要670 680比较甜 我们就来猜猜看好了 当然是 你觉得台积电的甜蜜区在哪里 680 还是580 还是560 680 580 480 380 280 哪边才是甜蜜区你告诉我 如果我们用去年来看 台积电有没有低点 有啊 550 5月12号那一天 最低点 盘中台股沙1400点 有没有 对 来 那时候我们不是有个清代会员 二三十张台积电 对 有没有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台积电570必破 对不对 对 我说必破嘛 对 我说那个守不住那570一定破 对 破 因为为什么那我给你讲 因为台积电第二季就是 淡季 淡季嘛 对 所以那一天杀下来之后 破了之后 对不对 一破马上就出来找我了 有没有 我说你不要卖了 你不要卖了 因为破 破大家都会 去砍掉啊 大家都很厉害 都会看 所有的线都都破了 很多人一破就去杀 你知道 5月12号那一天 一杀就是杀在 最低点 520 对不对 我跟你讲 那个我直接电话中跟他讲 你不要杀 你不要杀 是 对不对 给他挡住了 那一天就杀地 后来收530嘛 对不对 接着就开着540 550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 上来到600了嘛 对 同样的啊 是 来 你现在 你告诉我 台积电天秘区 你认为是多少 咦 对 你认为是多少 老师你要准备挥棒吗 你球棒都拿起来了 不是要准备挥棒了吗 那不就意思代表着 田秘区要来了吗 我是要告诉你说 其实很多电子股 已经杀到建股了 对不对 对 杀到建股 甚至杀到什么 杀到大股东的 成本 有一些 我们讲不是说 一开始创立公司的 我指的是 很多公司都参加私募了 有没有 现增 那或者是这个策略合作 对不对 最近不是神盾要去买那个什么 金像光 对 对不对 电子股在杀 他居然要买120级 对 他如果晚一点讲 搞不好金像光 连叠两根 他可以买更低 他可以买更低 那人家是阿呆吗 不是 你觉得神盾是阿呆吗 No 你忘记了 当初神盾是多少钱买敦泰 不记得 三十几块 哦 那么厉害 为什么我很清楚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三十几块买敦泰 原来如此 大概两年前 对 两年前的敦泰三十几块 神盾 买敦泰 要跟他合作 因为那消息非常大 哦 因为我那时候还特别去研究 神盾为什么要买它 因为神盾他做指纹辨识 那敦泰做驱动IC 他买了敦泰是要跟他合作 想要开发全萤幕的指纹辨识 因为那技术很高 因为我们现在指纹都要按在手机 对 对 按在手机 对 对 就他现在 像iPhone现在没有指纹辨识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之前他们就曾经想要做 全萤幕的指纹辨识 不管在萤幕哪边都可以辨识 后来发现 三送做了 就故障率超高的 哦 原来如此 对 所以他这次 他策略合作 人家买金像光 对 这次他买金像光 他已经有 已经看好未来 他有新策略了 金像光股价120级 如果你说这几天 他没有发布这个消息 那金像光不就找到跌破90了 那人家神盾是阿呆吗 他为什么要花120去买呢 对不对 他现在直接市场上 一直收 一直收就好了 对不对 懂了 所以我是跟你讲说 人家公司看到的是一个价值 你手上的股票 到底有没有价值 你要先了解 你的股票有没有价值 能不能让你长报 你就不要乱去砍了 为什么 你去砍 你再去追别只股票 你不见得 能够赚得更多 赚得更多 因为你一砍去追 通常追现在台面上 最热的 最热的 对不对 四几天一百 十七你不在买 现在一百三十五 你去追 这已经差了十七块了 对不对 你不怕 老师 你在这边 来 致员 三零三五的致员 就是啊 昨天有没有跟你讲 有啊 致员跟创委 昨天都讲给你听了 昨天跟你讲 还在这边 今天直接跳空 往下 又破了 照着那样来放抗 哈哈哈哈 全金南买早知道 对又破了 我跟讲一个方向 可以做得好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说 现在又在仰空了 因为大家可能忘记一件事情了 除全息 就之前 已经农卷回补过一次了 可是配息前 还会再回补一次 所以这一次再去空 你要小心 再掉入另外一个陷阱 好吗 好 懂了 那 你看哦 昨天的致员 就在复制 今天的致员就在复制 昨天的创委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委 昨天老师就举例了这两档 哇 呵呵呵呵 黑熟熟的 好啦 我跟你说 你有创委你快来找我 对啦 当初既然 会有办法 五六十块 就跟你讲这一支 还有五六十块就有办法 制圆 带你做制圆 新糖 包括新糖 对啊 你 我那时候不跟你讲 你新糖套到200 你刚才来找我 对 你不来找 你现在一直抱着 你现在会不会开始 开始一刻心 七上八下 你会不会很想要砍下去了 你会不会很想要砍下去了 我劝你 赶快来啦 在你砍之前 先来找我 先打电话啦 我劝你真的 你在砍之前先来找我 对 你不要不相信 来 杨明 明天分享会直接来现场 请教老师了 好不好 拜托你 电话自己拨通了 记不记得 去年 七月 一堆分析师带你 杨明买大概200块以上的 有没有 后来死不认错嘛 对不对 可是最后呢 在哪边认错 在这边 对不对 这边都没走喔 就一破底之后 受不了了 跟大家道歉了 从这边到这边 对折 对不对 从那边到这边 对折 对不对 从他倒完欠之后 就开始反弹上来 长龙也是嘛 对 是不是 对 同样的 来 回来刚刚那种创围 好 创围 这边的时候你不跟我买 对不对 到这边的时候 我还 我们已经没有了 我还佛心来的告诉你 对 创围 已经到300了 都已经这样子 对不对 5、60块涨到300块了 叫天心公 我们有分析书真的要吃300块 叫你买的 对不对 对啊 真的有 昨天还偷偷告诉老师 是哪个分析师 哈哈哈 来 那 你小心喔 小心最后他一样叫你 他一样出来认错喔 我跟你讲喔 那你真的要 你真的要认错吗 所以你手上有创围的 李武新堂 世源创围新堂 我做过那几支 我做过那几支 赶快来 会员都很清楚 我们就没了 来 你现在 老师帮帮你啦 你受伤的 对 你赶快来找我 好 你知道吗 今天就有老师 理财大亨 57台 东森没有看到你的 没办法跟着赚钱的 那你来分享会啊 好不好 明天赶快来 254、2977 你看YouTube 来分享会啊 对啊 那你最快 就直接来跟着我们操作 不就好了 对啊 你赶快报名哦 今天最后一天报名了 254、2977 来 请你看一下 你把它划过去 好 它现在股价在这边 对 对 这一块 对照过来 这一块都是亮 哇 多少人 都是亮 对 有多少人 对不对 言忧在耳 我才告诉你说 七月的 航运股 居然在创围 Yesterday once more 复制一次 所以我才跟你讲嘛 股市里面 从来不缺什么 写类史啊 真的 我投资人在股海里面 所学到的教训就是 永远都学 永远都没学会教训 对 永远都学不会 五六十块 老师 你怎么知道 创围会不会是下一支 姓华 你自己讲股票是能报不能报 不是涨跌问题啊 你也很厉害喔 你把老师心法有背起来喔 但是每一档股票 他们其实未来性不一样喔 没错 我跟你说 创围能够有这个 股价 已经是很对的其他祖先了好不好 他的价值 他该有的价值 已经反应了 好不好 让建成老师来帮你 25429977 明天来到我们的分享会现场 老师亲自来帮帮你 最后一分钟我们讲这个新闻 昨天同时开法说会的 就是台积电跟大力光 对 你看大力光说四月五月 不会比三月好 为什么 他们老板好老实喔 对我跟你讲很简单嘛 这就跟为什么跟你讲台积电第二季营收会比较差 就是因为有一半的营收是从智慧手机来的 对 那智慧手机呢 大力光的镜头主要用在哪 智慧手机 所以第二季是淡季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台积电今天不涨了 这样你懂了没有 做股票 一样 一年十二个月 四个季有节气 什么节气做什么股 这样你懂吗 明白 好老师的整个逻辑色位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 来 明天的分享会里面 我会有这一张 有 四大逆四飙涨的肌肉股 谁呢 明天这一张投影片我会亮出来 是谁呢 再来 储能再生能源肌肉股 我最想要的 这一张我也会亮出来 有 好 除了亮了这两张以外呢 光这边股票就很多让你选 好不好 好 好 最后 现场分享会就是限定 我会 挥出一支 我会丢出两颗好球给你 第一颗好球 第二颗好球 Traneda标股一号在这边 第二颗二号 OK 所以把握最后的机会 好吗 不要担心疫情 口罩戴好 我们现场会做消毒 我们会帮各位把距离 座位拉开 没花座 不要担心好不好 没问题 所以好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两颗全雷打好球 老师的球棒都准备好了 最后 最后 这一首诗送给各位 是 利多利空 市不齐 趋势报股 颇断赢 股市不缺 黑马股 卷土重来 成英雄 想成为下一个大英雄没问题 跟着老师卷土重来 我们一起来挥棒 下一档的全雷打 两档全雷打标股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0225429977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然后国外大丈夫陈建成 带你汇出全雷打 生息过后 您的资产在不知不觉中 莫名的蒸发了 您知道吗 原来这些隐形的资产杀手 就在您身旁 除全息行情 FED缩表 企业减资 在这关键时刻 您的投资新方向 下一步到底在哪里 不用担心 2022台股未来的走势 我已掌握了四大主流趋势 法人选股秘诀 不管升息或通膨如何震荡 我照样可以赚 我在赚大钱的路上 你要跟我一起吗 古海大丈夫陈建成分析师 首场个人现场实证分享会 建成老师将会在现场和您分享 他的大丈夫操盘心法 独门至胜秘诀 而且在现场还会加赠您 大老鹰冲天标谷 不但要复制去年7月的创围 去年7月的志愿 还有今年3月的新唐 4月16号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限时限额限量 几限100名幸运的好朋友 能够进场参加 所以投资好朋友 现在立即报名 02 2542 9977 或加入Lite群组 或是点选影片下方的连结 台股第二季标股全力打 个人现场实证分享会 把握行情就趁现在 你准备跟我一起大富大贵了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